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西 世界米粉之乡 千百年前 善重水稻的江西人开始以优质大米为原料 制作出或圆或扁 或粗或细的米粉 它质地柔韧 富有弹性 且米香十足 搭配上各自菜马和汤料 创造出汤米粉 炒米粉 拌米粉等多种吃法 其味道有酸 有辣 有咸 有鲜 千变万化 千姿百味 江西不仅是米粉的消费大省 更是米粉的重要产区 其中位于江西省东南部的汇昌县 这里出产的米粉 以其独特的风味 良好的品质而闻名 远销全球超二十个国家地区 占全国米粉出口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小小一根米粉 它不仅牵动着地方经济 也飘洋过海 牵动着世界各地华人的味蕾 江西不仅牵动着世界各地华人的味蕾 江西人究竟有多爱吃粉呢 可以说每一个江西人的早晨 都是从一碗米粉开始的 而且每个地方的米粉都各有不同 如果你要问我说 哪里的米粉是最好吃的 我相信每个人的答案都会不一样 但是在米粉行业呢 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 你好一半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米粉好不好啊 选米非常关键 今天呢我就来到了赶州会长的一个 大名鼎鼎的米粉生产基地 我听说这里的米粉生产是从种米开始的 这么讲究吗 咱们必须去看看 哎 葱哥 哎 雨昕你来了 这个就是咱们米粉专用的一个水道了是吗 对 它有什么区别和我们平时吃的水道呢 它的淀粉含量会更高 做出来的米粉也更有弹性 这种是不适合我们平时吃的是吗 这个米拿来做饭的话 吃起来会很黏 像粥一样 对 就我们吃起来口感就不好 我们以前种的稻谷 相比现在的这个专用稻的话 价格会更低 然后我们现在收购的话 比市场别的不是这种专用稻的话 会高个5%到10%的一个价格 所以我们现在种起这个来 也更有积极性了 更有笨头 所以你看这一小把这个稻谷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经济效果 对对对没错 那咱们说了这么多 这个下面是得要干活了是吧 我看你镰刀都准备好了 工具 好嘞 一拿上这个就坑吃坑吃开始干活了 老样子给您介绍一下 我从来没有干过 从来没有干过 我也不知道干得好不好 不会是吧 不会 不会可以慢慢学 我现场教你 跟着您来坑吃坑吃干一会儿啊 希望今天的就把镰刀都保住啊 我来教你怎么割 好嘞 先这样左手一把 把这个全部的这一扎杆子全抓住 现在的顿度 对然后你看 哎这么利索啊 差不多就是割到这个位置 底下要留一部分 就根那儿就要留一部分 对要留一部分 对不能完全割掉 我来试试啊 可以吧 你看看这个插口 是不是要多不整齐 第一次挺好的 比较厚的这么一扎道子 尽量要跟着这个镰刀 它的一个形状顺着它往后拉 这样 对不然你光靠自己手部力量往前砍 这样很难砍断 我就说怎么这么费劲呢 对很难砍断 可能我还没有找到那个力量的使用的方法 哎 是 跟着它往后拉 你说这人学东西怎么能这么快呢 这个对吧 你一说我就会了 来 您您您看我再再割一桌 哎 很快很快 可以 朋友们你看看这个茶 多正习对吧 就像是我自己割下来的 就是我自己割下来的 像我们这个地方是特别适合米粉 层用到的种植或是吗 气候是天然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关键是这个土壤 土壤 土壤是我们 专门按照那个GAP 一个叫做良好农业规范的一个 体系来种植 包括它对这个水土的养护啊 都是我们前期在种这个稻子的时候 就已经做过很多次工作的 是做了大量的勘察的研究 对对对 这也不是说随便找一片 也就能种这个稻子 种不良 高标准成就高品质 嗯 以后 无论 无论 我 我 阿 这个农民啊 在收割的时候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心情 看得这么好 那肯定是开心啊 是吧 这么多稻谷 换成的都是金黄金黄的钱 你太直白了 我想换成的都是 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心 我们对于自然的憧憬 那当然了 其实对于我们农民来说 对吧 这个致富 对 我们的三农 其实就是为了让老百姓 过上更好的人 对 让我们口袋更充实 口袋鼓起来 生活 富起来 看你这 没有之前力所 是累了吗 这个西总没有干活 确实是有点累了 那要不然咱们先休息一下 到那边去喝点茶 好嘞 来 喝口茶先 谢谢 刚泡的是热茶的 好嘞 哎呀 逆长的清甜 香味 这个宗哥 我们收割完之后 下一步他是要做什么 还要进行脱骨 脱骨完了的话 我们就要送到厂里面去加工 进一步把它做成米粉 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后续 在工厂里面的一个米粉制作的话 我可以带你去找那个五福米粉总部 他那里有一位专门从事米粉制作的一个老师 他做了有二十多年了 做了二十多年 对叫文卫龙师傅 文卫龙师傅 对对对对 那我们赶紧去找这位文师傅拜师学 好的好的好的 走吧 文师傅 你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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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咱们一走进场去 首先感受到的就是 浓浓的稻果的香气特别好闻 是的 因为我们的米粉全部采用的是 新鲜优质的大米为原料 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 所以米香味特别的浓 您带我参观一下好不好 行 往这走 各种各样的米粉 天哪 琳琅满目的 它这都是江西米粉吗 为什么 不止 还有烂粉 撒河粉 还有通芯米粉 总共有四大系列 六十多国财品 太丰富了 咱们这个米粉 现在的销量大概是什么 在国内的话 全国各地都有销售 也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和澳门 都有销售 在国外的话 就有欧洲多个国家 一起有销售 包括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我们一个公司的产品 出口量的在了全国 十条米粉 出口量的 等于是六十 百分之六十 对 那也就是说咱们国家出口的米粉当中 十碗有六碗 来自我们的五丰米粉 真的可以说是世界米粉之乡了 这个小小的米粉 带来的是大大的经济 行业内有一句话 世界米粉看中国 中国米粉看会场 真是满满的自豪感 让这么好的米粉能够飘扬过海 来到世界的各个国家 让每一个喜爱吃粉的人 都能够像我们江西人一样 一天不加粉 路都走不完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文师傅 究竟这个米粉是怎么样从源头 一步一步走上我们餐桌的呢 这个问题 我们要到生产车间去 一边看一边说 太好了 走 这里就是我们的车间了是吗 对 因为现在是食品卫生要求非常严格 我们所有的大米都在管道中流动 我们是看不到了 这个标准真是非常高 你看我们的米粉呢 都现在源源不断地出来了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一些密室 来进行修炼 是什么东西要进行修炼呢 对的 这个地方修炼的好 出来的茶餅 一点口感就好 品质才会更好 对 如果修炼不好 就品质差感了 你能带我看看吗 可以的 我们进这边 哇 哇 哇 天呐 哇 这么热的吗 因为要灌 蒸汽在里面 我感觉这个像一个桑拿房的那个效果 是的 是吧 它要五六十度 它主要是起什么作用 让这个米粉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从前面的糊花状态背成了老花的一个状态 老花以后呢 产品它就有弹性有韧性 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很关键的地方 咱们下一步是做什么呢 下一步呢 我们就到那边去疏散吧 疏散 对 把它把粉疏开 好 我们出去看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让它舒展呢 就像你能够梳头发一样 女孩子梳头发一样 对 刚做的粉丝会连在一起的 还能够梳头发的圆里把它一根一根梳看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我能来试一试吗 可以可以的 来 就那个了吧 好 大姐 这个怎么用啊 给我示范一下 好 先给它挂上去 挂上去 像梳头发一样啊 梳头发一样 用力酥 哎呦 这我还真是没有经验 哈哈哈 来 大姐我来试一下吧 好 你能不能放到这个 哪里可以拿 这个先拿好 哎 不轻了 啊对 有十多斤哎 先分成两半 先分成两半 来 啊这样 哎呦 小心点 瞧这乌黑亮丽的 对不对 这些这个细腻嫩白的头发 这就是我们的米粉 哈哈哈 差不多了 做好以后呢 完全要到那边去红干了 就回到那边去红干了 对 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米粉亮晒的升级板 粉在里面啊通过路风把它红干了 这个传统的亮晒方式和现在机械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传统的亮晒方法主要是靠露天 太阳的亮晒的亮晒 那么它有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 第一是 卫生成就比较差 那么第二个是 靠天吃饭 如果天气下雨啊就 做不了 第三个呢就是效率比较低 嗯 亮晒的方法是要几天吃也就吃才能量才能达到水分要求 它这个是几个小时呢 我这个设备呢 我这个设备呢6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 只要6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 那这还是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哈 我们现在这样呢不仅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还保证了我们的这个质量 对吧 所以我们的产品啊 不仅安全 绿色 健康 还有一个特点是韧性特别的强 您说韧性强它究竟韧性有多强呢 25根米粉大概可以吊起像你这么重的一个小伙子 25根吊起我一个这么大的小伙子 对对 您能跟我开玩笑吧 没问题 真的吗 可以 我们能去试试吗 可以 可以走 看样子这就是为我们准备的道具了 对啊 我给您说个点啊 我这个体重现在有一百三十多斤 没问题 是否能承受住我的重量 没问题没问题 这换了有什么好处我能扛几袋米粉酒吗 你扛几相对可以比较几袋 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啊 我来试一试啊 看看究竟能不能承受住我的重量 我上台了啊 我给你放过一下啊 对 哎呀这个应该可以的吧 321走 哇哇哇哇 我这个我得点一下 文师傅这真是25根吗 我不信 没错25个25个 这个这个支撑我一百多斤的重量 不行我得点一下 11 123456 78910 111231415 161718 1920 2122232425还真是25根 太强了 太强了太强了 哎呀最重的是 尝试过是80公斤的一个鲜虎 80公斤 对你这个是很安全的一个一个重量还 非常安全的您看你这么有底气就知道啊 我们切身感受了这个米粉的韧性啊 但是没有吃到嘴里确实还是不能切身的体会啊 没问题今天呢我不请让你吃上米粉 而且等会啊我们采用那个传统飞翼记忆 来给你亲自做一碗米粉 让你跟这个米粉来一起品尝对比一下 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好走 来 比达看 正嘴里 多小小熊 真的好香 文叔 今天这个也是辛苦您了 我们一天下来 终于能够吃上这油丸粉了 但是我看到这个上面 好像基本上都 放着荷包蛋 这有什么讲究吗 慧昌的人都是比较好客 那么以前是生活水平比较差一些 就没什么好东西 用当地做的特色的米粉 在上面加几个荷包蛋 来招待贵客 尤其是女婿回来了 这个我直接把我纳入到慧昌的女婿了 是吗 好 那明天请慧昌的女生们 拨打我屏幕下方的电话 跟我联系 你尝尝 终于到了吃粉的环节了 真是期待了一天了 而且好像是鸡汤煮的 好鲜 口感特别软 就是品质都觉得非常的高 对 观看沧海 人生不过四季 一日三餐 幸福再一碗好粉 会唱米粉 以独特的品质 走出江西 走向世界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从田园到参入栏目 带您追根溯源看产地 寻味 原汁原味 好食材 咱们下期再见 走向夜 好食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